長富汶哥哥 不用去殲門 你們有眼光 看得眼睛露目 長富汶來了 有請我們長富汶的歌詞 Dr.Ring夏宇詩生 長富汶哥哥 不用去殲門 你們有眼光 看得眼睛露目 長富汶來了 歡迎… 收到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 同一時間發聲的長富汶 這個節目每天都準備了 很多很有趣的長富汶和知識 放在你們的袋子 自從這個節目播出之後 你知道很多人除了問長富的事 還有人問什麼嗎? 什麼事? 什麼事? 你還沒問四位美女的資料 真的嗎? 是… 是, 星期我不介紹了 你們每人放一個漂亮的姿勢 自己介紹自己 我是Sexy宋禧蓮, 你好 我是學士陳爽 我是朱士傅千瑩 我是朱士, 周麗欣 我是朱士, 周麗欣 我是朱士, 林 太好了 我們就介紹一下今班的嘉賓 好 他們就是… 朱士, 蟻豪豬隊和露粒隊 Bri米和露粒隊 露粒隊 нет 露粒隊 是暖蝦和露粒隊 露粒隊 露粒隊 暖蝦和露粒 inté 最多可以有十二萬左右 好, 有請四位嘉賓嗎? 首先請I love, 出名怪胎 I love you, Boys 你好… 至少得舉, 有那句說, 葉翠翠 太好了, 還有高過祖男, 蕭靜男 太好了 我們每一批舉, 每個嘉賓上台 每天都要說一個獎金 所以因為你這個噴頭, 別說了 先由這邊說, 皇帝, 請請 好…Dr. Ring 我這個叫大美督的名字 是怎麼來的? 是香港的? 是香港的 而香港的地方比較多樂園 後來人們為了表示自己有勇氣 去督那些樂園尾 怎料督錯了, 督到最大的尾尾 被人反咬死了 後來為了見面的人 那個地方就叫大美督 是真的嗎? 不是大美督嗎? 大美督嗎? 有水督 不是大美督嗎? 你去大美督, 督不督死人 擺麵教材 大美督, 糟了 你提醒了, 大美督 你以為真是大美督嗎? 千萬別拒絕, 可以嗎? 好, 這個 我這個就真是真 真是真? 真是真是真? 真是真的 這個就真是真, 真是真 我相信在場那麼多哥哥姐姐 一定有聽過 七姐妹道, 知不知道怎樣叫七姐妹道 知不知道, 北角 對, 北角的七姐妹道 話說那個地方 剛才香港開埠時 只有七個男人住在那裡 但那七個男人這麼巧又想做女人 於是就走到泰國變成 變成, 就回去 那七個男人一起拖著手 太好了 以後人們會聽到 那七個男人, 那個女人 就變成七姐妹道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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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場那些哥哥姐也說是 沒有人聽過嗎? 對 不過真實程度有得考證 但趣味程度無可遷移 謝謝你 下一位是甚麼? 有段故 有段故 凡是有段故 好, 就不會變成白虎? 接下來是我們的問責遊戲 大家看著你們前面的螢光幕 好, 第一條去片 以前有不少人用木餅印自己做餅吃 好像有杏仁餅和月餅似的 時至今時今日, 這些傳統餅吃 就成為能夠代表香港的手信 你猜猜一下 以下哪一種是用木餅印做的? 是A, 東蓉老婆餅 B, 核桃酥 還是C, 小鳳餅呢? 好, 大家都看過 其實這裡是大家的Kid 一聲笑出來 我看過你們胸有成竹 當然是老婆餅 不過我們先聽聽一點 我們助教的提示, 好嗎? 好… 好, 碩士, 你怎麼看? 好, 問你還是個厲害? 這樣說應該是核桃餅 因為核桃餅是比較鬆散的 你有時候咬就… 到處都是 所以他應該用餅飲去壓在一起 讓他可以更好緊 是嗎? 一聽就明白了 一聽就明白了 是, 有點道理 不過老實說, 他們的答案都不適應 他們說完, 你們自己考慮 他說得對嗎? 是 爽爽, 你又怎麼看? Dr. V 我聽說也是合桃酥 因為那時候做合桃酥 好像整個合桃一樣的樣子 所以還要用餅帽來做 兩個已經給他們自己的意見了 你們就想一想 把你的答案寫在上面 應該是老婆餅 對, 當然是老婆餅 因為老婆到處走, 你拿帽子蓋著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因為以前那些… 老婆到處走? 對 不給他到處走 對 為甚麼是老婆餅? 因為吃了老婆下肚 她的心就吃了她的心 蓋著她的帽子 很明顯他們是想影響你們的 是的 你們…這麼快就去? 當然了 好像寫了 但我看著兩個左腳 我覺得好像是B B, 是的 改一遍答案嗎? 不改 決定不改? 一定是A 如果你們不聽她, 你們有些… 好, 收拳… 答案是… 有什麼老婆吃老公? B妙的監製特別送的 謝謝監製 謝謝監製 準確的答案是甚麼 謝謝監製 答案就是小鳳餅 以前老人家都流行 自己做傳統餅食派街坊 這樣才夠誠意 一般我們用黃羊木來做 為何用黃羊木呢? 第一, 因為黃羊木很結實 第二, 密度很高 不容易吸收材料的味道 所以做出來的餅 不會有異味 所以兩隊都是答得對的 太好了 十二萬了 接著就看第二條題目 以前香港有些有錢類 都喜歡看大戲 甚至暗戀大老觀和寫信求外天 而大老觀甚至沒機會發展 就在紙上畫了人體器官 再把白米放在信封上再回信 究竟當時的人是畫了甚麼人體器官 為甚麼呢? 這個題目挺有趣 為甚麼?桑桑 聽說是兩個腎 意思是對對方說 你也有點笨 厲害, 聽說是畫了兩個腎 意思是說你有點笨 很笨, 那就信不信由你了? 阿錫士, 你呢? 按照是跟發音有關的 應該是畫了一個鼻子 因為鼻子英文是Nose Nose 他們為了拒絕它 畫了鼻子就說Nose 但很多的Nose就變成Nose 這個題目我都覺得挺好玩的 會不會把絲肉放在信封上 那是很直接的 即是可以就不可以 大腸還有甚麼字?直的 大腸? 米大腸? 米大腸我看到用糯米塞在大腸上 做來吃就有 你們兩個狗靈精怪一定有 是說不定嗎? 是不是大老觀說不定? 不是… 總之謝謝他的支持 他現在放了一些米, 畫了甚麼器官 其實大老觀也是拒絕的 拒絕的, 拒絕的 拒絕的意思是拒絕大老觀, 是嗎? 可能是畫個心 然後中間畫一條痕 那個是傷心的 米子二, 二是什麼呢? 米子二, 二是什麼? 有點猶豫 脫出眼睛 三角, 三角, 三角 怎麼會有紅色筆? 為什麼? 解釋個答案, 讓我看看 Edwin想得很厲害 為什麼… 我想想, 可能畫些心 還有一些米放進去 是, 米心 叫做米多心 不要那麼多心 這邊這個心有陰陽色, 這個很厲害 立體心, 你看 這是立體心 立體心 浮出一片心出來 怎樣解釋? 你解釋一下藝術家 因為我覺得… 首先, 第一, 容易畫的器官 應該真的不多 對 我覺得米也是廣東話, 米, 不要… 不要, 我的心不要, 不讓你這麼… 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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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怎麼了? 說你騙得下人 騙得下人 你們也是 是嗎? 對, 你說什麼? 你怎麼說是反應的? 有反應 說得像層層, 讓我打東西 好… 怎麼打我不是很滑? 不是… 打完之後, 大家看看正確的答案 答案就是耳朵 在信封裡面有米、有紙和有魚 加上就是米、紙耳的意思 可以打嗎? 可以打嗎? 說得出來的 說得也是大大聲 我快點看, 那邊會不會聽呢? 你說是否值得打? 掌貨王來了 掌貨王來了 好, 來, 去吧 留心要看第三條題, 好嗎? 跑萬地這條路 以前有很多馬在馬房走去馬場 所以這條路就有這麼多馬的圖案 看到這條樓梯有這麼有趣的標誌 是代表什麼的? 還有給什麼人看的呢? 這條真的有趣 你看這些符號, 你怎麼看? 怎麼推論? 我覺得是說石級興建的年份 因為建樓的人要記住 石級是何時興建的 要定期去維修 因為如果不維修的話很危險 人們走下來, 隨時滾下去 所以他們用暗號, 記住數字 記住他們是何時興建的 好 怎麼樣?爽爽 是 我聽說是給包租婆婆看的 包租婆婆看的? 他們那些符號可以計算 誰交了租, 誰還未交租 如果相信那個也不方是… 不是的, 他有時適合的 他有時適合的 他很想一次適合的 但你這樣… 他也不相信, 很想一次適合 樓梯不是經常要從有來到寫過嗎 好, 看這邊的答案 很難, 謝謝你 這個其實不會很難 因為…第一, 那裡就是… 現在香港都還可以見到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米 米? 因為… 什麼米? 一包包的米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抬上去 來到這個位置就有多少包米 因為那時候的米… 你還在想上一道題嗎? 上一道題, 不是 上一道題有米 不是, 米沒有到 你還說米紫意嗎? 小妍寫一封信給你, 你說米紫意 我認識你 有些意見 不理不住… 不理不住? 不理不住的 真是… 火水龍 憑你的想像力發揮 就是現在香港也不太多了 但真的有用的 陳幾何時很有用 是否每個人都要用的? Dr.Ring 會 交卷 好 椰香 椰香 倒椰香 椰香 他錯了 好, 大家先看看準確答案 這符號是用來代表的數字 給工人倒椰香 他知道左邊有多少戶 右邊有多少戶 很棒 其實點附就是這樣 以前香港是沒有水池的 就是要靠政府有些車 去到每座樓那裡收椰香 那時候每家每戶都有一個屎塔 不是叫馬桶 大小異變都是屎塔 每天必須晚上半夜放出樓梯的轉角 政府的人員都會載車來 上哪層樓, 哪層樓就倒 如果不倒, 將來就吵架了 真的吵架嗎? 說滿了, 你說不要吵架 接下來這條就是動作題了 對, 今天我們請了兩個表演嘉賓 有女高音, 葉寶清小姐 還有伴奏的吳童先生 剛才為我們表演的就是歌劇 《蝴蝶夫人》其中的一段 1966年在香港的大會堂上演了 《蝴蝶夫人》 創造了首次的兩個第一 第一個第一就是全部由華人製作的 全本歌劇 第二個第一, 第一就是… 問你們第二個第一是什麼? 第二個第二… 差點說完答案出來, Dr. Wink 你們都看到皺眉毛, 爽爽, 你先說吧 是, 聽說以前的歌劇 是剩下給外國人看的 這次是第一次讓中國人入場看的歌劇 阿錫茜 我覺得是第一次有女演員參演這個歌劇 因為以前女演員是不允許演出的 搭台版 但是又好像不允許 因為… 因為中國人不允許女生 不是, 應該… 你以前可以慶祝那些下文成女班 很多… 《蝴蝶夫人》 很多人都說有女生 我說是… 這兩個蛇事, 聽不懂的 我可能聽過歌劇 歌劇會不會最多場次… 只有這幾個 最多人看 是 就是一個完整的改編劇本 是不是? 第一嘛 可以了嗎? 可以嗎? 招勻嗎? 真的嗎? 真的嗎? 1966年, 美鳥夫人在大會堂上演的時候 這首歌是唱意大利文的 第一句很有趣的字幕的歌劇 字幕在哪裡? 有人拿著出來 有人笑過那些人 總算上演, 你就糟糕了 沒有歌劇, 沒有這些外國的歌劇 外國都是外國人製造的 但這個由香港自己本地製造的 這樣唱出來嗎? 也是唱意大利文, 也是唱什麼的 他當時除了第一次之外 還有創造了第一 而這個第一是影響深遠 影響到全世界 影響到全世界的 決定了, 我想到路面的時間 好, 收卷… 解釋你們的答案 我想解釋他們的答案 其實這首歌劇都是華人製造的 對, 我真的 發現全世界的人在這裡 原來華人的戲是這麼好的 無論是男還是女 邀請我們華人去到外國 例如意大利、法國 演外國的歌 演外國的歌 因為實在不會太多人 不明白意大利文唱什麼 尤其是六、六年 如果他故意來到這裡 做一個我們不明白的劇 看來做什麼 所以他應該會用盡方法 令到入場的市民 會明白這個故事說什麼 而當時的技術 應該是做到有字幕 還有我想意大利文 會說很長 才是一個… 我們用幾粒中文字可以解釋 所以他可以解釋一下 他可以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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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可以解釋一下 這首歌劇是這樣的 第二個, 全世界第一 就是因為當時我們唱意大利文 一直以來, 外國人都認為 一個歌劇 大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舞台 但是如果打字幕 又會分散了一些人的注意 看不到演員精彩演出 但是他們是這麼想的 後來盧景文教授 他讀戲劇回來 他就說… 他不知道是不是跟你很熟悉 他用了你的話來講 他說 你整個歌劇唱意大利文 大家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如讓大家知道劇情 知道他們唱什麼 然後就會對戲有興趣 很多了解整個劇情 所以就開始用了字幕 自此之後 全世界歌劇都用字幕了 好, 看看劇情什麼成績 喊一粒暫時有三萬分 有三萬分? 對 喊一粒暫時有二萬分 這樣也不差 但如果想知道誰會拍攝的話 就要看得到我們下一項環節 好… 下一項環節是什麼? 是否贏? 是非釘 贏得是非釘, 比取分分 好, 第一題 在早期香港的社會 有很多稱為硬店的時鐘酒店 是還是非? 你瘋狂的, 你怎麼這麼快? 很熟悉 只是是和非, 你先回答 是… 是… 解釋 放個頭盒 你們認為那個題目是問什麼? 那個題目不是問了嗎? 對, 以前香港有很多叫做硬店的時鐘酒店 是 我覺得是… 你覺得是? 我問下午教的 睡下午教的 就是我們… 認識 我問下午教的 我問他, 他會認識 我們問多次前頭, 給你們聽 在早期香港社會 很開心 有很多稱為硬店的時鐘酒店 是還是非? 你們選了, 你們沒得選擇 如果讓你們選擇, 你選是是還是非? 是非 非? 是, 因為我從來都沒聽過這個字 好 你這樣… 很害怕 好, 預備, 雞仙 最最放頭, 幹什麼? 放頭嗎? 放頭, 走走 韓老鑑 怎麼樣? 真的… 我記得你這個人 我經常聽到你的名字 多久沒見你? 十年了 十年了